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让我们首先来读今天的圣经经文 真言22章 1到16节 信誉比财富宝贵 名望比金银可现 贫穷人和有钱人有一处相同 恶者都是上主所造 激情的人一件灾祸赶紧躲开 愚蠢的人上则受害 然后懊悔 敬畏上主存心谦卑的成果 就是富足光荣长寿 爱惜生命的人 晓得躲开捕捉邪恶人的罗网 教导儿童走正路 他自幼到老终生不忘 穷苦人是有钱人的奴隶 负债人是债主的奴隶 散播不亦种子 后患无穷 严厉的惩罚将毁灭他 慷慨把食物分给穷人的 必然蒙福 把狂傲的人赶走 一切纠纷 争吵 羞辱 就都止息 喜爱纯洁的心 和辞令优雅的人 能赢得君王的欢心 上主的眼目看顾真理 他消灭撒谎者的言论 懒惰人待在家里 他说外头有狮子 等着要吞噬他 淫妇的口是陷阱 上主所厌恶的人要掉进去 儿童本性接近愚昧 用责打可以改变他们 向有钱人送礼或剥削 穷人致富的人都比缺乏 今天这段经文继续着 一句一主题的格言式教导 而每一句也都有着单独主题 可以深入的来分享 几点牧师要特别分享 是其中关于儿童的信仰教育的主题 也就是教导儿童走正路 他自幼到老终生不忘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特别是那些会持续一生的教导 包括信仰教育 品格教育 生活与做事习惯的教育 至于知识的教导 反倒没有那么急迫 儿童教育学家也常常提醒我们 三到五岁是人格养成的重要关键时期 作为父母与老师要特别留意 因此这个阶段的教导 一方面要充满慈爱 让孩子的人格可以健康正面充满能力 另一方面要注重纪律 让孩子可以养成端正的态度 与良好的生活习惯 儿童的教育不只要适性发展 让孩子可以建立自信心 以及积极生活的态度 也要透过温和却坚定的约束 让孩子渐渐明白 什么是不对的事情 什么是危险的行为 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自我中心的心态 这段经文关于儿童的教导 还有一句在15节 就是儿童本性接近愚昧 用责打可以改变他们 何本是愚昧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帐可以远远赶出 这句话是数千年前的教育方式的表现 有太人传统上认为 带有疼痛性质的管教是需要的 因为肉体的疼痛 会让孩子们受到提醒 做错事是有后果 会痛苦 是有伤害性的戒指 让他们记得 这也是台语常常会说的 爱在听 儿童保留着人类最初的本性与样貌 一方面纯真 另外一方面因为尚未接受教育而无知 所以我们对孩童的教育 要能够珍惜保存他们的善良与纯真 也要让他们因为被好好教育 而建立品格与能力 并且远离恶习与犯罪 成为聪明浩礼 得蒙上帝喜悦的智慧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受标筊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ativ说明 订阅 订阅 转发广告